直径的画法基本上是从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没有快速键 所以如果你要画的话用快速键的方法 等一下我会顺便跟你讲怎么做 按钮的话那没问题就直接按那个按钮 所以我会做两次给各位看 请各位注意一下 直径97.9的圆 好来按看一下 第一个我先直接用我们的按钮来画的话 把这个圆点一下 选择中心点直径 中心点直径 点一下以后找个地方当起点 当中心点 点一下以后先拉出来以后 打上我们要的直径97.9 Enter OK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这是第一种按按钮的方法 再来快速键的方法呢 请看哈 先给它C Enter以后呢 先给它中心点 同学 C是什么的话法 半径 对 没关系 你还是先给它C 好 给它C呢 Enter以后呢 把中心点的位置先点出来以后 拉出来 中心点点下去之后呢 拉出来 这时候它是不是请你给它半径 来同学 你眼睛顺着画面往下看 有没有底下写一个直径D 底下的指令列 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底下写一个直径D这几个字 有吧 所以当它要求你给它半径的时候啊 我们这时候先打上D Enter以后 哦 这个时候 它就不再跟你要半径了 它就跟你要什么 直径 这个时候再把97.9 把它打上去 好 Enter以后 完成动作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目标 好 来 我把那个快速键的方法再讲一遍 请各位注意听 先给它C Enter以后呢 先把中心点的位置 点一下 好 先拉出来 然后呢 它呢 一开始是跟你要半径直 这个时候呢 你就先打上D 为什么是D呢 因为底下 它有跟你讲 直径D 那个D就是直径的代号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要输入直径的话 你要先跟它讲 我要打直径 那怎么跟它讲呢 很简单 就把它的代号D打进来 按个Enter 它就知道了 这时候呢 它的转而啊 要跟你要直径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直径 97.9打进来 按Enter 一样可以打到目标 这两种方式啊 都请你呢 画一遍 之后 你看哪一种方式你比较习惯 如果你习惯按按钮的 那到时候就请你呢 选这个按钮就对了 OK 那如果你习惯用快速键的 那也OK 反正你自己呢 要熟练 至少其中一种 来 教课各位 请你把这个圆画起来 好 请看 首先啦 我们随意的拉一条直线 给它L Enter 找个地方当起点 点一下 拉多长没关系 还要定这个 拉斜斜的也没差啦 反正 我们主要是要取那条线的 两个端点就对了 好 请各位看一下咯 我们呢 接下来 如果你是要按按钮的 那你就把这个圆点下去 请你选两点 画圆的方法 两点 好 先点第一点 哪边当第一点都没要紧 滑鼠呢 放在端点上 看到它绿色的框出来了 那就代表OK 我们可以点下去了 他已经把我们锁好了 点一下以后 然后拉到另一头 一样先放在点上 出现了绿色的框 代表OK 可以了 我们就把它点下去 同学这个圆就起来了 好 那这个圆呢 那它就是靠着这条线的两个端点 所形成的 好 来 交给各位 请你呢 把它画起来 这条线多长多短 都没要紧 好 你随意的拉出来就好了 好 请看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也顺便就这个啊 来告诉各位 快速键怎么用 好 刚刚我们是按按钮的嘛 对不对 接下来快速键就是先给它C Enter以后呢 点打上2P 再按Enter 这样子 它就转到两点画圆的方法了 我们先把低点 这时候低点啊 会变四分点是正常的啊 因为我这条是 我这条线是水平线嘛 好 那么呢 所以呢 这个济世线的端点 也刚刚好是这个圆的四分点 好 是正常的 好 点低一点以后 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这条线的 三角形出来代表终点 因为这条线的终点 正好就是这个圆的什么 圆心 好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这条线的两个端点 就是圆的直径嘛 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这条线的中间的那个点 叫中点 这个中点也刚刚好 就是这个圆的圆心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 所以呢 我们就锁好了 位置放好了 把它钉下去 这个就大功高产 好 来 我们再做一次 用快速键的方法 给它C Enter以后 再打上2P 再按一下Enter OK了 我们来选第一点 好 把第一点点一下 如果你觉得说不想从这边要从旁边进来也可以 好 我把这边当第一点好了 这边当第一点点一下 拉进来 锁到它的第二点 锁到它的第二点 再把它钉一下 这样 这一点就起来了 好 OK 所以就算你当初限制画斜的也没差 好 你当初限制画斜的 我们就有这个两点画圆的方法 一样可以把第一点点到 拉上来 点到第二点 好 这个圆一样可以成立 至于里面的两个小圆也没有问题的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样是用两点画圆的方法 好 好 先锁这个端点 这时候它如果是垂直点也没差 因为它这个是同时间距有几个性质 好 把它点下去以后 拉上来 锁它的中点或中心点 如果我放一下的话就是中心点 跟中点同时 所以中点也是没问题的 点一下以后 这个圆就形成了 OK 所以呢 依此类推 点一下拉进来 好 这样子 所以就换你刚刚限制拉斜的也没差 一样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好 接下来顺便画下一题 第三题 第四题 随意的拉出个三角形 随便 好 我们开始画直线 Line L Enter以后 点三点 不是点三点 画三条直线 一 点一下 一条 随便拉 随便拉 好 再点一下 再点第二下 第三下 你看 点下去 同学 是不是随便拉一个三条形出来了 好 你等一下呢 随便的画一个三条形之后 马上的 你就可以到我们这个三点 画画圆的方法 好 点下去之后 哪边当第一点都没要紧哈 比如说把这边当第一点点一下 这边当第二点点一下 ok 拉过来 这个第三点点一下 同学 远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那快速键 快速键是什么 3P 各位请看一下 我随便的拉一个三条形 先给他C Enter以后 打上3P 三个点的意思 再 Enter以后 马上的 你就可以 锁三点 先锁第一点 这样子 再锁第二点 这样子 再拉上来 锁到第三点 这样子 ok 圆就形成了 来 交给各位 那么这两种方法 一种是去按按钮 第二种是用快速键 两种 各位都要把它画起来 都要会画 好 我们用画直线 用一下按钮 就不会忘记 来 随便的拉两条 ok 几度呢 那就不用管它 没关系 同时跟这两条线相切 半径二十 好 来 你呢 如果忘记它的快速键 你就到这里面来点它 点一下这个圆 这个字 选择相切相切半径 好 至于哪一条线先点 都没要紧 好 点一下 在线上点一下 在线上点一下 半径 注意哦 是半径哦 二十 Enter 同学 圆就画出来了 那么呢 除此之外 我再做一次 我们这次用快速键 先给它C Enter以后 再给它T Enter OK 它就导引 就转到 这个方法了 这次呢 我们就底下先点一下 先点下面两下 没关系 线上点一下 线上点一下 OK 再给它半径二十 Enter 一样可以把这个圆画起来 所以呢 其实这个办 这个快速键蛮好 蛮方便的 同学们大部分都会喜欢用这个快速键 它也蛮快的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五种方法 第六种顺便讲一讲 好 来 我随意的 随便拉三条线 OK 同时跟这三条线相切的圆 各位呢 这个啊 我顺便的先画这个 刚刚 我们一开始讲解的时候 我顺便把它讲一下 这是三条线 你在选择相切相切相切的时候 OK 看你点的地方 我点这三条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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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当然就放在里面 相对的 如果这一次 因为它呢 我刚执行完这个指令 它就把这个按钮放在最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再执行的话 直接点它就好 就不用进去里面找 点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呢 就从外面点 在线上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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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圆就在外面 圆就在外面 所以是看点的地方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呢 我们按照刚刚的方法 好 我们一开始进去的话 是找相切相切相切 这个方法都交给各位 接下来 就请各位看一下 我们的第七页 好 哦 好